一个废人念大悲咒 变正常人的神奇故事 我是个不幸的孩子 我的出生就是个悲剧 曾经的我怨过天怨过地 既然是个废人 为何不一出生就死去呢 自己难受也就罢了 还让家人跟着我难受 我一出生就被检查出 得了一种百万分之一的绝症 医生们都说我活不过三岁 他们说这个病叫先天性重症肌无力 且伴随肌肉萎缩 还有我出生就是个瞎子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瞎子 总之睁不开眼 因为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 由于家里条件艰苦 我并没有长期住院 而是被亲人带回家调养 其实好听点叫调养 无非是等死罢了 为了我 我的亲哥哥没能完成学业 也许是觉得人生太苦 也许不想看到我这个做弟弟的死去 哥哥他出家做了和尚 我的父亲走得早 家里就剩下我那可怜的母亲和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我 我还记得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七年多 打破了医生的预言 也创造了医学的奇迹 而这所有的功劳全部来自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十年如一日的精心照顾我的一日三餐 一口一口的喂给我吃 喂我端食端尿 喂我擦身子 妈妈用她柔软的舌头 舔顺我的双眼 整整舔了我七年 直到我能睁开双眼 重见光明 是妈妈的伟大的爱 治好了我的眼睛 七年多了 除了呼吸 除了心跳 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心念就是妈妈 就是妈妈的不离不弃 我那时不懂佛法 实话说 那时候的我每天都在黑暗中度过 对外界一无所知 心里只有妈妈 我如果能说话 我最想说 妈妈 我爱你 谢谢你 但是我依然没有力气开口 只能看着妈妈忙前忙后的身影 和满头的白发 还记得当我第一次睁眼 看到妈妈时 妈妈笑得跟朵花似的 我也很开心 只是我无法笑 因为我没有更多的力气 去支持恐怖面部肌肉 就这样 在光明中 我又多活了两年 十岁那年 和尚哥哥回来了 当他还 看到我还活着的时候 他先是惊讶 然后哭得一塌糊涂 他给妈妈跪下来 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来到我的床边 告诉我说 弟弟 在这个世界的西方 有一个世界叫极乐 里面有一位菩萨 叫观自在 这位菩萨 说过一段咒文 可以救治 世间八万四千种病 可以令枯木逢春 只要一心念诵 不去怀疑 就会如愿以偿 当时的我 因为太想活下去 不然太对不起妈妈 这么多年的付出和牺牲 也想早点 报答母亲 再加上我心里 实在太寂寥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懂 一片空白 所以我特别认真的听 和尚哥哥 跟我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和尚哥哥在家住了七天 每天就是一个字 一个字的教我大悲咒 由于我不能开口 我只能用心念 用大脑机 会了就眨眨眼 或者微微点点头 七天 我用了七天的时间 背会了大悲咒 和尚哥哥走了 从此除了吃饭 我就躺在床上 一遍一遍的默念大悲咒 当时大概是六百遍左右一天 我就这样念 除了吃饭 睡觉 心里全是念大悲咒的声音和念头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一心一意的念诵 大悲咒 带着感恩母亲的心 带着对 观世音菩萨的绝对信心 那三个月里 我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我越念 越感觉到惭愧 越念越清醒 我在念念中 看到了自己的前世 今生 看到了自己心的流动 三个月的最后一天 我哭得一塌糊涂 有忏悔 有感恩 有清凉 有欢喜 第二天 我身上所有的病症 奇迹般的 全部消失了 而我妈妈当时并不知道 我已经完全活过来了 并且身体也同正常人一样 那天我清楚地记得 当时妈妈正在做午饭 而我已经悄悄地来到了妈妈身后 并默默地跪在地上 当母亲回过头来 我用特别生硬的方言 说了四个字 妈 谢谢你 因为十年来 没有说过话 所以我当时的发音特别奇怪 但是妈妈听懂了 并且十分惊讶 不 是震撼加 莽然不知所措 因为她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她连忙上前抱紧了我 我当时才四十斤左右的样子 并问 孩子啊 是你吗 你怎么下床了 你好了吗 你别吓唬我 不会是什么回光返照吧 孩子 别离开我 我紧紧地抱着妈妈 一个劲地说 妈妈 真的 真的 我真的完全好了 就这样 我的母亲 用了好些天 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个她一直照顾的 活死人儿子 真的彻底好了 我告诉妈妈 妈妈 哥哥告诉我的 都是真的 哥哥说 观世音菩萨 是世上最慈悲的人 我当时心里想的 就是您 妈妈 我念大悲 陀罗尼咒的时候 我想的也是您 妈妈 您知道吗 在孩儿心里 您就是我的观世音菩萨 妈妈 这么多年 您辛苦了 孩儿让您受累了 我想好了 从今以后 就由我来照顾您吧 可是 就在我16岁那年 我的母亲笑着 我的母亲笑着 离开了 这个苦难的世界 她走了 她的一生 勤劳 坚忍 慈悲和温暖 无论条件 多么艰苦 无论周围的人 怎么议论 她从来都没有放弃我 也不会计较那些流言蜚语 她走得很安详 和尚哥哥 请来了一大众的和尚 为母亲送行 送走母亲后 我也就自然而然的 随着哥哥 随着哥哥回到了寺院里 正式 成了一名和尚 本文 由新岳师兄推荐 随喜功德 我们大致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魂 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致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魂 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致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魂 观世音菩萨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